接下來的話就是十字二字一 這裡你可以用這個throw這個關鍵字 把什麼呢把這個error exception把它丟出來 那建立的方式的話就是這個throw new一個有沒有 這邊其實就是有點用匿名物件的方式 new一個這個 這個exception 然後呢傳一個參數 傳一個參數值 那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程式碼使用new的運算值 建立一個例外的建立一個物件 所以這個物件基本上應該就是一個所謂的匿名物件 因為沒有一個名稱 我們直接就這邊使用 然後建構子參數的話呢 可以讓這個get message方法取得例外的這個說明字串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二字這個十字二字一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範例 那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直接這個範例就是說 我們try cache包覆在這裡 然後呢這邊產生一個亂數 這個亂數呢可以是到20好了 比如說如果應該是0到多少 0到19嘛 那如果說它是這個值是小於10的話 就會所有出一個這個 那基本上它就會跳到 catch到它等於是我們觸發到 這一個exception 所以呢你這個exception呢 也可以在程式當中執行 然後再去catch到 所以基本上的話 亂起來齁 我們第一次應該這個地方 那我類似乎 你復習的 你也不斷 就是 你不斷